林业自然保育署花脸分属 一年一度的植树月系列活动三月启动 共规划了18场植树和镇苗的活动 有9种树种超过9300株台湾原生种树苗 邀请民众可以用发票来兑换 9号是在国府大桥西侧南岸举办了区域植树活动 森次级西博市级 信不少民众来响应 也用绿色行动来累积种植小树苗汇聚成大森林 一起几点数顾名思义就是向购物几点 一点一滴累积植树行动 花脸植树月系列活动三月起跑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脸分属规划18场植树及镇苗活动 9日在国府大桥西侧南岸 举办区域植树活动三市集西博市集 邀请民众闯关几点就可对领一株苗木 用行动串联国土绿网 以中央的整个全国的标题就是一起几点数 就是希望说让大家能够一起用基点的方式 累积您的力量一人一棵树 一人一棵树慢慢地把它种起来 然后把这些树让我们的整个固碳 能够在全国能够更有贡献 那我今天算过 其实我们今天会在现场 今年的植树节活动 大概会种了812棵树 那以现场的这个每棵树 它一年其实可以固担900公斤 大家可以算一算 其实如果它一生 如果这样子全部种下去的800多棵树 它可以固下多少碳 总共是780万吨 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忽视的一个成果 那我很高兴说今天我们来这里 用一起几点树这个方式 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共襄盛举 最重要第一个一定是植树 那植树我们今年很高兴 就是全联跟大润发的 也今年有资树 他们也用基点的方式 大概集了600万点 所以也会支持600棵树 之外他们还会赠送一些相关的 那个造林经费让我们来植树 9日植树活动 种下铁东青 流苏大头茶等苗木 同时活动为聘临绝种 一级保育类野生动物胡福出没区域 透过种植胡福食物树种 大叶山栏 营造胡福友善环境 那我们在每个点树的背后都有一个QR Code 那我们跟A-World合作 收集到600万点 那我们就捐出了600棵树 那希望能够种在这么 好山好水的这个花莲 那以后这个 每年都要来看这一个树长多大 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好朋友会来花莲玩 春天正好是植树节的活动 我也要谢谢每一年 我们都跟这个林务局一起共同来合作 对于我们的保持植物的多样性 推动植物的多样性以外 生物的多样性以外 对于我们植树 辅以和我们现在未来的永续指标 以及2050年的静灵碳牌 大家都不断的在努力 所以永续是花莲的日常 所以在这几年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如何去推动静灵碳牌 减能减碳 以及我们的这个永续的工作 花莲分数也感谢全联大润发等响应企业造林 全联透过民众消费累积环保积分 真正一株苗木 合作示范种植600株树苗 未来人会持续累积点数并捐款造林 植树外还有户树 以及移除外来种银河欢活动 结合是集合在地小农等宣导摊位 邀请更多民众响应建制国土生态绿网 一起积点数 创导小面积绿化行动 记者讲帮演 花莲师报导